不得不笑即將播出 敬請期待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過年好 歡迎繼續收看 江四位是大型春節 他的節目 比賽搞笑 搞笑比賽的 不得不笑第一季 那麼今天 我們還是要首先 介紹我們的三位評委 首先是本節目 唯一一個好看的 本節目有兩個好看的 本節目坐著的 唯一一個好看的人 那就是我們的 美麗大方的女主播 柳妍 師姐好 相場界的黃金搭檔 給全國的觀眾 帶來無數笑聲的 郭德剛 于欣 兩位怎麼都那麼粉呢 我們倆現在準備 練雜技我看的 選手們準備的時候 你們倆有沒有親自 給點播一下安排 參與一下設計 我跟你這麼說 按說德雲社的演出 我們之前都要親自的出一碼 跟他們聊一聊 順一下 忍一遍 但是這次我們是完全放開手 讓他們自己來的 沒有參與 為什麼不參與 張揚個性 發展他們自己內在的東西 給孩子們一個平台 好 我們熱烈掌聲有請三位 登上我們的評論席 好 謝謝 謝謝我們的評論席 謝謝 來 介紹完三位評委 還要介紹我 一起在評論席上解說 搞笑比賽的搭檔 國際體育專家顏強 介紹完了評委 還要介紹我們今天這場比賽 出場的 德雲社的選手 第一位 韓鶴曉 孔雲龍 孔雲龍 陶陽 劉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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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鶴 J 又 休息 劉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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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編 劉鶴 長 催 ritt 一 陽 劉鶴 副 我们的财判是一个人分势多绝 在场上经常人格错位 人格分裂的 有请彭宇 下面把不得不笑 本期的舞台交给彭宇 好了 在这个舞台上面 你不用别开怀大笑吧 比赛规则可参考拳击赛的内容 每位选手都有90秒的时间 向对手进行搞笑攻击 防守方和发生漏实效的状态 这代表技术性击倒直接被淘汰了 至于在比赛过程中 严禁选手触碰对方的身体 毕竟我们不是真的拳击比赛嘛 最后 如果双方攻击过后 都没有人漏取笑 则交由评委来判定此场比赛的胜负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比赛 第一轮红蓝双方的对手 刘鹤春对上年纪最小的陶杨 这场搞笑比赛到底谁会赢 第一回合 开始 真的好了吗 90秒计时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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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触摸身体 不能触摸身体啊 不能触摸身体啊 好 时间到 对 守得住还可以 守得住就不错 但这表演呢 剧场效果观众的表演都还有 这场表演成事 胖没关系啊 胖呢 那板凳行吗 我倒不担心你 我担心那板凳 那接下来是由贺春进攻 好 你要忍住了啊 准备好了吗 先准备好了啊 对 对 90秒计时 开始 大家好 这个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哈利波特的弟弟 哈利波菜 今天非常高兴 给大家唱一段 我们魔法学院的校歌 西河大虎 当然今天我们的贤师 等不利多先生没有来 因为他胡子上那个皮筋掉了 他就换皮筋了 好 给大家唱一段 谢谢 学者注意 你的进攻对象主要是这边 好 魔法学院 起正短暗 哈利波特 是个美少年 批斗篷戴眼镜 能争观战 要给他的父母 保好抽猿 有锐恩与贺民 他的小伙伴 也恨那福地摸 无法无天 到了这一天 猫头鹰送信 来回的转 把这连环战表 送了好几番 小英雄 不带慢 拉过了 长不长 短不短 半短不长 半长不短 猪身入化刺破 青天风驰电车 地府天凡 千丝龙头 后有竹竿 扫地的飞行器 足有一米三 谢谢 好 时间到 我觉得那个 贺春最后那扫把 如果拿一个 这么小的 扫套能调整 没准效果更好 对 那肯定 那肯定好的戏效果 而且从某个地方 变出来 好 三位评图老师 对于这一组的表现 怎么看 余权老师 我都挺喜欢的 陶阳那孩子 跟这个舞蹈 比较那么轻快的 带着那个胖子 俩人形成一种反差 贺春这个呢 是一个是洋范的 一个是 咱们传统的 这个西河大鼓 和它结合在一起 而且 真的变出了 这么一个段子 一个是土洋结合 一个是肥瘦结合 对 这个很难挑 但是我还是相对 喜欢一点 我们的传统艺术 我给这个 西河大鼓的 这个一票吧 有言 因为陶阳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嘛 好可爱 身为一个大人 我很有压力 所以其实你要多笑笑 多唱唱歌 跳跳舞 很可爱的哦 嘻嘻嘻嘻嘻 什么诚 好了 谢谢 这个歌就叫跳了 嘻嘻嘻嘻嘻嘅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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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的 刘阳老师 你是平尾啊 你是不能太幼稚啊 好 所以一边一票了 一边一票 您的票很关键 如果两者比较起来 我觉得可能贺春更好一些 因为陶阳的舞蹈呢 这里边还有个胖子帮助呢 那个胖子 累得都没人样了 所以说贺春这是独立完成的 所以说我把这一票 给我们的女伙生 好吧 初级我要进步 这一轮由 霍宽 胜利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两位 接下来要上场的两位选手 爱讲笑话的韩贺响 对上忍力十足的孔云龙 到底谁会赢呢 第一回合开始 好 首先是云龙 展开灵力的攻势 90秒即时 开始 我知道你平时很喜欢美女 当然 我也不是美女 但是我能变成美女 你稍等一下 等我 改造型 拍电视 你看见我 就当看见柳妍一样 我是一个很有修养 很有品位的女人 当然 我去的地方也是很品位 我要去高档的酒店去吃饭 往那一坐 说话必须得有风度 先给你讲故事 VTR 点餐 还有五秒 先生 您需要点什么 等一下 有点不太舒服 时间到 别住了 一直是面无表情 现在 攻守双方 互换位置 90秒即时开始 真的 你 你别紧张 你别紧张 其实应该紧张的是我 今天有一个对我打击太大的地方 就我出来参加比赛的时候 刚走到街口 就过来个管交通的 啪 在我脑门上 给我来了一张罚单 哎呀妈呀 长难看 走路都伪张 你这玩意儿 哪说理去 这个 哎呀妈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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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不介意 然后啪啪的往前走 目光一家银行 前面排老长大队 什么情况呢 过去问问吧 正好前面有位大哥 大哥 你这干什么呢 存钱 存钱啊 还太巧了 这事呢 我是取钱的 把你钱搁在我这儿 咱俩都不用排队了 稍稍动了点小脑子 发了笔横财 时间到 太嘈笑了 太阳光了 现场医生 现场医生 是这样啊 我们比赛过程当中的话 两边的选手都疯了 助手都疯了 来两位 特别平衡老师 我更喜欢云龙 因为说实话 你扮女人比真男人好看 就是因为你眼睛水汪汪的 特别的动情 就是一平一笑 我都甘拜下风 而且我告诉你哦 云龙的睫毛特别长 我是假的 这睫毛是真的吗 对 真的 哇 真是爱死人了 好讨厌 我很想看他第二轮的表现 所以这一票我会给他 我得贺小吧 因为 最起码贺小还是 展现了最起码多一半 就差最后一个包袱 前面呢 还能看出他很多很多的设计 好 贺小一票 所以两票打平 郭德纲老师的这一票 非常关键 这个两个孩子 都是格维舍的好演员 刚才这个比赛来说很遗憾 孔云龙这个 我们没看明白 这一票还是给韩贺小吧 好吧 好 所以第一轮 韩贺小 投射 谢谢两位 大家休息一下 马上要请出的是 今天四位可以 进行八强争夺赛的选手 经过第一轮的死刷之后 分别是韩贺小 刘贺春 正好王贺冠 进击 接下来又会是谁 能迈入全国八强的 韩贺小对上刘贺春 同为贺自备的选手 会是谁 能取得这八强的资格 两位当中如果可以 胜出的那位的话 将进入全国八强的角逐 第一回合 开始 九十拿计时开始 我是超人 我是超人 我是鱼篮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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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看他 鱼篮寿司 我是鱼篮寿司 我是鱼篮寿司 寿司 鱼篮寿司 求求求你们现场谁把他吃了吧 好不好 鱼篮寿司 鱼篮寿司 好 时间到可以了 鱼篮寿司 来我们把鱼篮拿掉 谢谢 好的 和从这边 憋住了啊 轮到他进攻了 第二回合 准备好了吗 九十秒 即时开始 谢谢大家 感谢你 今天咱们的节目叫 不得不笑 其实向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 从小我是一个 不会笑的孩子 我的表情一直很僵硬 后来碰到了 我的私人整形医生 不整死你不拉倒司机 在我的脸上注射了一针 肉毒杆菌 所以我的脸就成了这个样子 其实成为这个样子的话 还是比较幸福的 起码呢 跟原先不太一样了 这个平时呢 也很愉快 可是呢 时间长了就觉得 是这样也 也是有点别扭 后来我的医生 不整死你不拉倒司机 又在这边给注射了一针 地沟油杆菌 所以就成了这个样子 其实成为这个样子的话呢 这是我觉得 还是比较开心的 因为跟以前不一样了 而且每天我都能看见 我的小白眼 但是呢 每天走在路上会很冷 所以我不断地用嘴唇 温暖我的小白眼 温暖你没有牙是吧 没有牙 可是我有牙 你看 我的小白眼 我的小白眼 小白眼 小白眼 可后来呢 我这样也是不太那个 那个那个 因为他这样很 很僵硬 后来我的医生不整死我 不拉倒司机呢 又在下面给注射一针 这个牛奶感觉 他们说里边有橡胶 这可以让皮肤比较柔软 所以就 这个样子了 就这个样子 还是比较开心的 比人家好多了 但是呢 时间到 他眼泪都憋出来了 你看他眼泪都憋出来了 太难受了 好了 这个 别工一流啊 因为他没有牙 我特想问 后来呢 后来呢 后来 我成了这个样子之后 我就可以这个 他们说我可以做这个历史节目 这个刘庸啊 跟这个合成是这么回事 这个刘庸啊 三位 评委老师 首先是于圈老师 于圈老师 我不是个挑事的人啊 我总觉得他表演这个鱼暖寿司啊 就是反正有点 你懂的啊 我不懂 你也不懂啊 我不挑事的人 这个 我觉得这个 贺春这个 设计挺好 然后再把这个第三个 这个脸子 变出来以后 感觉就 基本上变化 就反差不大了 不强烈了 贺小这个呢 就像刚才黄建祥老师说那个 三番四抖啊 孩子 这个前面有几分 最后出了这个 这个 这个想法 我觉得挺好的 这么着吧 我 我 我给贺小吧 好的 贺小的鱼暖寿司 其实挺可爱的 但是他一直在那里念叨念叨念叨 但对方也没笑 结果最后我也没笑了 嗯 贺春 嗯 因为其实 其实你应该早一点 把纪连海老师的那个包袱抖出来 因为他好笑了 慢了点 但我觉得我还是看到了 所以我会支持 嗯 好的 一票投给红方 一票投给蓝方 郭德纲老师 贺春这节目略显单薄了一些 我支持韩贺小 谢谢 好的 所以 我要荣幸地宣布韩贺小进入八强 好的 谢谢两位 接下来出场的是 郑豪和王贺冠 有请 郑豪老师对上弹跳王子王贺冠 是老师厉害 还是弹跳王子厉害呢 两位 这是 一次 晋级比赛了 输了的会被淘汰 而赢了的将 进入这个全国八强的挑战了 接下来 有什么话 对对手说的吗 我 我估计 我能对斗斗笑你 郑老师手下留情 放心 我还狠着呢 哎好 好嘞 白说 这个 唇枪舌剑之后 马上正式比赛了 第一回合准备开始 有请小甜 计时 开始 今天我给你讲一个小学课文里的故事 叫小猫钓鱼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的下午 小猫呢决定出去钓一只鱼 小猫走着走着 突然发现他忘了带鱼竿 然后马上跑回家去拿鱼竿 拿到了鱼竿 走到了河边 他说哎 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 于是他准备钓鱼 他静静地等待着 等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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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鱼儿上钩了 噓 它钓上来一条非常大的鲤鱼 但是这个鲤鱼跟平常的不一样哦 看看这个鲤鱼 时间到 时间要没到的话 你说这样不一年吗 那我就跳龙门去了 好了 谢谢 时间到了 手两方互换 进行第二回合 九十秒计时开始 我使用这个茶缸 我可以模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方明老师的播音的声音 相信吗 怎么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是唐诗时间 好语之时节 当春乃发声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好 所以时间还有十五秒 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他叫郭德刚 好 时间到 接下来要听听我们三位评委老师的意见了 正好这个更像类似于展示的一个特场 这么一个节目 虽然技术含量很高吧 但是这逗笑的功能好像不太强烈 小冠这个我倒乐了 因为什么呢 刚说了不蹦了 竖着不蹦了 又改横着蹦了 我挺喜欢 而且这个横着蹦的功夫也不容易 看现场效果 大伙也都是反应比较强烈 这样吧 我给这个王可惯了 哭怪一跳 就是你说钓上来不一样的鲤鱼的时候 在那样横着蹦 所有人都笑了 我就仔细看他跟别的鲤鱼有什么不一样 才艺展示的就是啊 但是你那个水杯是不是拿了德云社后台我那人 我算技术支持了 技术支持 王可惯也算是德云社演员里边体力最好的啊 除了不能说相声你什么都合适 太好 好吧 来我们去不要乱回乱吧 好的 欢迎 非常荣幸地宣布 这一轮是由王可惯进去 好 马上再请上另外一位禁止的贺小 好 有请 好 这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 是在这一轮成功竞技到全国八强的选手 他们离我们的冠军金腰带又更进一步了 那究竟最后全国八强是哪八位选手呢 一定要锁定我们江苏卫视的不得不孝了 究竟谁会获得全国最搞笑的男人的称号 谁可以获得那条代表殊荣的金腰带呢 我们拭目以待 我来介绍我们今天不得不孝第一季的选手 首先相声界最灵活的胖子刘哲 第二位 磊力风行的张鹤帆 第三位 相声界明日之星张九龄 哎 这是喜庆 第四位 有相声界五指琴摩之称郭鹤明 第五位 人称月帅 自称小月月 月云鹏 第六位 李云杰 好 介绍完今天第一场的六位选手之后呢 要介绍一个对于不得不孝比赛来说 特别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本场比赛的裁判 彭于 各位好 有请裁判先生 谢谢 好 既然裁判已经出场 接下来就把我们不得不孝的比赛舞台 擂台 交给裁判员彭于先生 这个地盘我做主 牛哲对上张鹤帆 重量级的对决 精进入子谁少 好了 马上我们要看看 第一回合究竟由谁先进行攻击 两位 石头剪刀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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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商量好的吧 石头剪刀布 你俩商量好的吧 狗完没了 石头石头石头剪刀布 哎 我们要这样玩一天吗 我没有玩到明年对吗 来 刚刚通过石头剪刀布 我已经分出了究竟第一回合 由谁先进行攻击 谢谢 那就是刘总 谢谢 谢谢 我非常公平 马上继续我们的第一回合 来一 consist school 预备 开始 舞蹈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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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杀伤力太强了 我看他的步点 看他的节奏 对 杀伤力太强了 哇 这也不知道 这也不知道是腿在动 还是肚子在动 他是甩肚子 不是甩肚子 他是甩肚子 刚刚他要守不住 对啊 只能哭啊 第一时间开始开始 十秒 8 7 6 5 4 3 2 1 时间到 刚刚是刘哲的进攻 马亚军我们的第二回合 开始 到我了 好 先向对手表示 有爱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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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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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张国范 表演结束 我们来看看评委老师将怎么样平定他们的表演 因为刘哲请你面无表情的冲镜头待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 他现在这个面无表情的状态就像乐 我突然发现刘哲的表情特别像一个汉字叫种子 所以我有见过这么胖的兔子吗 如果他这个表情的话那刚才可能是没笑 那么我这票应该投给他 所以你的第一票我投给刘哲 刘哲 好的 恭喜刘哲负的第一票 接下来 刘云 他们的比拼有一点残忍 因为两个人呢 一个就像玩着玩着考试成绩总是能拿满分的那种 另外一个呢就是属于每天刻苦研读啊 然后考试做很多准备 但是总是刚刚及格的那一种 没办法 天分比较好的可能就是刘哲 其实张鹤帆准备也好 他最早拿出头套跟条数 我以为要学个哈利波特 我没想到就是动力火车 所以今天很遗憾啊 我们这一票拿错了 我也支持刘哲 好的 恭喜刘哲第一回合 获胜 好的 谢谢两位 张九龄对上郭鹤明 搞笑的殊死战 究竟谁能胜出 在比赛之前有什么话对费手说的吗 我就希望友谊第一 友谊第一 哎呀 谁 这个舞 辛苦 哎呦哎呦 好嘞 我们第一回合 开始 计时 开始 动作 吓唬对方不行 你把对方吓唬哭了 那对方就更不用防守了 你帮助对方防守 但是从这一系列的表现当中 你可以感觉是 咱们从小看中国人的这种笑心的表现 可能以语言打动对方的更多 吃东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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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了笑了笑了 哈哈哈哈 被KO了 这一下被KO了算是 一摞牙就完了 KO 笑干的漂亮 对 而且他这一招啊很厉害 不但让我们笑了 而且让我闻到了笑的味道 刚刚有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导播哦 告诉我 呃 应该给他再一次机会 看看他能不能在一个回合 如果可以把对方也逗笑的话 那他们就两边都KO 最后还是由我们的评委来举牌 获得谁赢谁输的一个资格来评论 准备好了啊 准备好了 第二回合 计时开始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 一双迷人的眼睛 在我脑海里 挥散不去 你的身影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该让自己跑得太近 还有三十秒 你玩你的 你玩你的还有包包 也许有点也倾慕自己 想念只让自己哭了自己 他捂着嘴 抿着嘴乐 不露牙 牙呢 谢谢你再度采访 漂亮 漂亮 继续提打 咱们还都以为没包包的 这就是他们亲兄弟之间 知道对方的那个 他们知道对方的笑点在哪 咱们都认为不搞笑了 憋了很长时间了 这个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各自笑点高低的问题了 90攻击对方的那一招 我觉得是意想不到的 嗯 嗯 我觉得我这票投给 投给那个90 好了90获得第一票 柳妍 我还是选择赫铭 对 赫铭 太毛躁了 郭德高老师 两位都是你的得益弟子 对 这个说句题外话 我其实特别不希望柳妍选择张90 因为我们常年在一起做节目 嗯 每天牙上带着韭菜我们受不了 哈哈哈 可能 因为郭和民谈情唱的时候有人觉得不好笑 可偏偏张九龄就笑了 我考虑的的话是 晋级之后怎么办 不可能再拿一个韭菜包子去如何如何 对不对 所以说我这一票投给郭和民 好了 所以两票支持郭和民 我要非常荣幸地向大家宣布郭和民 接下来的八成赛 又是谁能向成为搞笑之王的路上继续迈进呢 刘哲和郭和民究竟是谁能获胜 晋级最后的八成赛呢 首先是和民进行攻击 90秒计时 开始 一局 郭和民怎么能够把对方搞乐了 啊 哈哈哈哈哈 在这儿呢 故意 故意给吹跑掉吹劈了 吹劈了这胖伟已经乐了啊 这还是有点意思 这就是挺有可能的 对 故意弄得生死历劫的 郭和 蜘蛛到 漂亮啊 真的很好 差一点捅不住了 马上我们要交换位置 改叉攻击我了 防守攻击 第二回合 90秒计时 开始 这一次我还会给你一个惊喜 超人 超人当然是要打怪兽的 出了一个怪兽 这个好像不太好笑 没关系 我给你讲几个冷笑 从前 有一个人长得特别像自行车 他下一个会形成反差 结果被人推走了 有长得像自行车的人吗 有这样的吗 时间到 最后落牙了 好了 那三位平安老师呢 余先生老师 我觉得这俩人 就是一个幽默和滑稽的比拼 郭河明站的是比较幽默 比较厚重的那种东西 然后呢 刘哲呢 站的是这个滑稽啊 比较外在的那种东西 作为我个人来讲 我还是比较 比较 比较喜欢 郭河明的这种表演 所以我这票呢 我投给 投给河明 谢谢 好 河明第一票 这两位的这个终极对决 就很像西门吹雪和天外飞仙的对决吗 我是天外飞仙 其实你一站在这里 大家就会很有喜感 很青睐你 所以我还是支持你啊 谢谢 好 有缘一贯比较的这个 要找一座幽默的胖子 作为所有标准 郭老师 这是最难的时候了 因为这个河明虽说比较稳重 幽默比较大 但是略显单一 这个死超人呢 他很用心 而且动用了多种这个道具 包括那个刚才的小怪物 以及自行车 所以说从团队精神合作 他比郭河明 略胜一手 我支持六折 好了 我们的八强争夺赛第一场 由六折获胜 谢谢两位 马上要请出的是我们的十六折的另外两位选手 他们也要决出八强的名额 他们是李云杰和岳云鹏 李云杰和岳云鹏究竟是谁 能取得今天八球赛的第二张名票 云杰对云鹏 估计这两位的表演 应该只有天上有了 好 挑战八强 90秒 第十 开始 有回我跟师傅去唱歌去 去夜等会 可以说吗 是吧 去凯蒂芬去唱歌去 师傅唱了一个 SHE的歌叫 Superstar 我给你模仿一下师傅唱SHE的歌 Superstar 你是天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生活 师傅唱了一个 SHE的歌叫 Superstar 我给你模仿一下师傅唱 SHE的歌 Superstar 你是天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生活 我只爱你 I'm a Superstar 谢谢 谢谢 这是师傅唱的歌 我给你讲一个师傅的事 师傅和余大爷的事 师傅和余老师住在一个小区 他们俩都有保姆 而且那两家保姆经常在一起聊天 余大爷的保姆说了 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就是太太 是太太 就是说余老师的夫人事特别多 经常吩咐人家干这个 要求人家干那个 人家只能说是太太 是太太 可是师傅的房子说了 你那算什么 你知道我每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不先生 不先生 你可能没听懂 没听懂就算了 我再给你讲一个 你看这个 猜一个电视剧 你可能想到是 射雕像熊传 当然这不是 因为这个电视剧是 宫 好 现在还有吗 还有三秒 两秒 你乱一个 防守成功啊 可乐不可乐 这个吧 观众乐了 但是呢 为什么对手没乐 因为都是他们平时在后边遭遭迟的段子 互相都太熟了 好了 刚刚非常精彩啊 就是这基本上云鹏试用的语言 嗯 啊 节奏很快 马上 开始云杰 进行他的攻击 第二 回合 九十秒计时 开始 就看一转脸这一瞬间能不能乐了 嗯 扶着 嗯 超敌лом 超敌到 Columbus 真的 超敌 了 大 对他 大 Messi 快了 漏牙了 所以我要宣布KO 云杰技术性击打得上 云杰KO一步云棠 还不得了啊 这是个冷门啊 来 让我们再挺出刘哲 再次不许我们的刘哲和云杰 两位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笑的 八强选手 在随后的比赛当中 他们将会跟其他的校将 再次挑战你的笑神经 所以各位 如果你想知道 谁是中国最可笑的男人 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不得不笑了 各位 春节期间 看哪个节目 不得不笑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我们的公众老师 谢谢友人 谢谢我们的女生老师 谢谢黄最祥 谢谢袁强 谢谢你们 我们的女生老师 将在这个舞台上 进行最终的生死决斗 他们将释出浑身信术 来争取搞笑界的最高能力 我一定会胜利 我会打倒你们 冠军 我来了 我才是搞笑啊 我绝对不会是你